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6号星期日 金正恩不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一个内幕 怎么回事呢 刚刚我们说是不是习近平不想见他 现在看来另有原因 当然首先来讲 有人说是因为国际奥委会的处罚 说是在去年的时候 国际奥委会向朝鲜的奥委会 做出了安全举办奥运会的承诺 说你们来参加日本奥运会绝对安全 放心 但是在收到严重警告的情况之下 朝鲜还是缺席了东京奥运会 就说不安全我们不去 国际奥委会给了他们严重警告 说你要不来的话 我们要处罚你 结果那就不来 国际奥委会以朝鲜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 没有履行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参加义务为由 他有一个你参加奥运会是你的一个义务 为由 暂停了朝鲜奥委会参赛资格至2022年 就在2022年也没有参加 奥委会举办赛事的资格 所以他不能来参加冬季奥运会 朝鲜到他来量量也无所谓 他本来也不想来 他担心你染了病毒回去 然后他不派人出来 所以对朝鲜量量无所谓 所以他说这样朝鲜不能派员 不能派人参加 进人来也没有 这个其实不对的 这个不对的 为什么呢 这一次出席北京冬奥会的25国当中 有6个国家都没有运动员来参加比赛 沙特还就只有那么一个宝贝来了 所以今天想来就可以来 有没有人参加呢 无所谓 然后 俄罗斯也不能够派代表团 等于不也没有 不也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跟这个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主要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说 文在寅想搞一个 就是说中战宣言 朝鲜战场一直都没有中战 只能说就是暂停了 知道吗 当年就是说 签一个中战协议 当年金日成 金正恩他爷爷不同意 就一定要收复南韩 我不签 他不签 因为三方要一起签 他不签 四方 就是美国 中国 南朝鲜 北朝鲜 四方要一起 不就是说中战了吗 当时他不同意 不同意就一直都没有中战 所以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战争状态 只不过是暂停了一下 暂停 所以文在寅就说 我们最后签一个中战宣言 就终止战争 战争终于就结束了 这么多年了 战争也该结束了 这也来讲 从去年的11月 2021年11月 文在寅就一直说 就计划借北京冬奥会之机 发表中战宣言 就是说冬奥中战 宣扬Olympic精神 中国驻韩国大使也表示 说中方对此持开放态度 也算是支持 然后到了去年的12月 文在寅发布了 说美国 中国 朝鲜 原则上同意 正式宣告朝鲜战争的结束 因此就说 干脆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 咱们都来一起谈谈 就发表中战宣言 金正恩对此不满意 不想搞这个 北京现在同意了 等于也是问金正恩的态度 金正恩等于回避了 金正恩为什么回避这一个 金正恩有那么几点 不满意 第一 从去年12月份开始 拜登又开始对北朝鲜 采取经济制裁 因为北朝鲜不就搞什么 高超音速武器实验什么的 又开始 就是说恢复一部分制裁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说金正恩有一点不放心 在于哪 就是说 现在文在寅还可以 文在寅现在中国也比较喜欢 金正恩也比较喜欢 就没问题 但问题是什么 下个月的9号 3月9号 韩国要搞大选了 文在寅还能不能继续担任 南韩的领导人 其实现在不好说 因为文在寅比较亲中 现在也是就跟台湾一样 你只要一亲中就不好选 那么跟中国关系好 都不好选 所以文在寅很有可能搞不好 3月9号之后就要被选下去了 所以就这点来讲 金正恩有点担心 担心的刚跟你搞完了 好像你好不好 大家好了 结果下个月你就下去了 下去来了一个可能完全亲美的 又跑到美国那头去了 但是胡搞 对不对 我给你搞这些干什么 就没有意思了 对不对 好像我同意了 就是说我们不打了 对不对 然后我刚同意完了之后 你们就开始使坏 我又要跟你打 到时候我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了 我就成了 就这么个意思 说实话 我也替文在寅捏一把汗 现在中国周边都这样 只要是亲中的 其实都不好选 韩国现在对中国的反感 也是比较大 像什么三星阿乐天什么的 纷纷在中国又受到了各种打压 不当然了 三星他最后竞争不下去 其实也不完全是中国政府的问题 他是真的 就是说高端斗不过苹果 低端斗不过小米 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对吧 这个东西完全说是政治 我觉得让自己开心了 也就是这样子 对吧 但不管怎么着 韩国内部现在对中国的不满 也是比较大 真的是比较大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说各种 好像就是说恐含 避免韩国的文化侵袭 连一些韩剧 韩国的一些这种影视作品 歌曲什么的 也禁止不允许引进 担心的 因为韩国文化 现在其实比较强盛 说实话 韩国现在从电影 电视剧 你看最近什么游戏 也是什么的 对吧 还有韩国的各种主播 韩国现在主播也是牛了 我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 看一个韩国主播 也是当然韩国自己也在 就是说反省 就是说为什么 一个主播 他们韩国有个特别著名的 一个大厨 做了一个教你做菜的节目 还没有一个女的 就是说在那做菜 看人多 大姐穿的特别的少 然后在那儿 这样做菜 你知道吗 就不太明白 他到底为什么 反正就是一定要挺着胸 撅着屁股 在那儿搔手弄地做 结果就看人的特别多 所以韩国也是不满 但是韩国就是类似 这种主播现在特别多 说实话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而且韩国搞的这个 他就是说已经 他为了要 因为韩国自己本身人少 然后市场小 他为了要能够到全世界去播 那么他就尽量的不说话 只做动作 你知道吗 但是这种侵蚀性 非常强 我觉得他拿到中国来的话 也是我跟你说 就是你知道吧 中国的主播们 如果不这么搞 可能就不 当然我觉得像他这种耻度 又在韩国能够存在 在中国的话 早就被禁了 你知道吗 中国主播肯定不能 不允许这么搞 这不就成了这种 已经就是近似一种色情节目了 猫着良心说 的确是 其实就是一个色情节目 就基本上 对 所以 这也是 当然 跑题了 反正这个就是说 中国反正现在在禁他们这些东西 在禁止韩国 也是怕他们就是说文化侵蚀 还有包括日本也是 这种文化侵蚀太强了 尤其日本的有一些动画片也是 这侵蚀的东西太强了 一个弄不好 最后你的年轻人完全被日韩就洗脑了 知道吗 所以老共反正也是担心这一点 但由于这个也是就引起日韩的对中国的不满 就觉得你看什么钱都不让我们挣 对不对 所以你看现在日本韩国对中国的不满意 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日本也是 不管是日本是韩国还是台湾 周边的其实都是 基本只要政治家是亲中的 就别选 香港其实现在也就是国安法进去了 国安法如果没进去的话 你只要亲中的 你也甭选了 全歇菜 你知道吗 惨不忍睹 所以我看文在寅 我觉得 百分之七十 我看他可能要选 他要够呛 所以我觉得金正恩担心这一点 完完全全是有情可原的 好吧 这个就是金正恩 现在就是说 这次没有来的 我觉得一个原因 一个内幕 一个原因 好吧 那真心的热理吧 谢谢大家